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让他把情况跟领导说清楚就行了 你为什么建议要把他停职 接受检查呢 我正要问你呢 赵荣那五十万你哪儿来的 是他从尤广顺那儿接了五十万 拿到管委会去顶账了 我又凑了五十万还给了尤广顺 那你的钱又是哪儿来的 我前两天跟你说了 是我们帮他保管了二十万 还有这两年咱们的积蓄 老爸的钱 还有我又跟同事借了一些钱 赵荣早就知道 会计堂务公款前套了 他不但不揭发 反而替他顶账 这是包屁犯罪你懂吗 好 我也替赵荣借钱顶账了 我也分包屁罪了 你把我也抓起来 让我去交代好了 你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 触犯法律 这么严肃的原则问题 你不懂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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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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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们来了 好 快请 李宗盛 这是我的导师 程老 程老 你好 你好 我负责任地向大家宣布 在海江市 顾关山及布庄村一带地下 存留着一座相对完整的明代古城遗址 这座相对完整的古城遗址 被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 掩埋了几百年 它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海江市 据中国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我们决定立刻向国家文物局汇报 申请对古城遗址进行保护和挖掘 程老 你只是为我们海江市带来了福音 我代表全市人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要信我 工作都是他们做的 我做的唯不足道 程老谦虚了 要不是您老一言九鼎做出了最后的结论 我们不知道还有走多少万路呢 徐主席 我代表我个人向你表示感谢 您的感谢我不敢当 要谢了 好了 对啊 谢来谢去的 你们忙你们的事情 我们回去做我们的事情 咱们后会有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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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后会有期 我们海江又多了一份宝贵的财富啊 是啊 是啊 宇主席 我的心里 也多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咱们后会有期 因此市政府要求设计院 公路局还有建设局 迅速拿出新的规划方案 施工方案和投资预算 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同志们 海港公路的工程周期有所短了 这就要求我们各个部门要业以忌认 既高效率又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好 同志们 江市长刚才把下面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很具体了 我在这儿还想对政协工作说几句 许志龙同志担任政协主席以来 市政协在坚持科学发展观 为海江市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 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谁说政协是无职无权无作为 我看他们是有为有为有贡献 我建议啊 近期以市委的名义 召开全市的政协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呢 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总结政协工作的经验 各县区市挡着一把手 各部委办局挡着一把手 各乡镇街道挡着一把手 都要参加 志龙 你牵个头 组织两店办公室的秀才 曹你一个关于全面加强政协工作的文件 等常委会通过以后 以市委的名义在大会上下发 大家看怎么样 同志们 我们有个别领导同志 对政协工作 对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协组织的地位 还是缺乏认识的 主动通过政协协商重大问题 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 积极配合政协参政议政上 做的还是很不够的 甚至 把政协领导 列席党政会议 等同于民主协商 以通报 代替协商 我的观点是 不重视政协工作的领导 不是好领导 今天 我在这表个态 今后凡涉及到咱们海江市重大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 都要事先拿到政协去进行协商 真正做到协商与决策之前 监督于实施过程 参政于每一个环节 感谢党委对政协工作的支持 感谢政府对政协的理解和帮助 老许 这一年来的工作可是可喜可贺 人民政协这篇大文章 你是写得非常精彩啊 如果没有党委的领导 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没有政协干部 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 我一个人写不好这篇文章 谦虚是种优良的品质 但也不能瞎谦虚 要实事求是吗 政协工作做得好 你这个政协主席是功不可没 那你那意思 我可以骄傲一把 老许 最近省委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常委会 就进一步加强政协工作 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其中有一项内容 就是要建立健全 政协干部队伍交流的长效机制 年底市委准备调整一下 现趋势的领导班子 怎么样 政协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啊 政协办公室主任肖建 大学毕业 四十岁以下 他同时具备政府和政协的工作经验 有工作的文字功力口才都不足 政协党组正打算把他推荐到市委 作为后备干部 肖建在政府里跟了你多年 你又把他从政府调到政协 怎么舍得放出去吗 您的意思是我的寻思情 行 举贤不必亲 只要是人才 就该大胆举荐 只要组织部门考察合格 就让他到县里去锻炼锻炼 所以说 有了好的政策 还得有个开明的书记才行 你少封诚我 我有话在先 行不行还要看组织部门考察的结果 好 爸 您怎么来了 我知道 这些年 你跟着志龙 表面上很风光 其实啊 你不知受了多少委屈 想做的事 要顾及到丈夫的影响 不能做 想说的话呢 又要考虑丈夫的面子 不能说 太难为你了 爸 要是他也能这么理解我 再大的苦 再大的罪 我都能受 照应啊 其实 智龙也不容易啊 他是领导干部 事实处处 都得考虑到 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 考虑家庭利益 就少了 你要理解他 再说 你们也是老夫老妻了 他那个性格啊 你应该最了解 爸 我知道了 您放心吧 好 我给您打辆车 不用不用了 我自己走吧 我怎么能不来呢 可是您 我没事 天天怎么样 他定期去做检查 他定期去做检查 大夫说的情况很好 放心吧 谢谢你 可欣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我挺好的 你会收拾心办法 我知道 可欣啊 那个钱我还上了 我 我怎么能让你 给我奔这么重的诊 难道我多盼几年 我自己一个人承担 可欣 你记住 只要有我在 只要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 好好表现 早点出来 病不病好了 还等着你找我他上学吗 可是你 我没事 你别担心我 你别担心我 我是说那五十万 你怎么还得了 我等你还 我 有你的好本事 不管多久都当 徐主席 那就一先从这条线索开始查嘛 徐主席 我看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你想啊 即便是这个线索是真的 那么对夏老先生来讲 也是个沉重的打击 白发人给黑发人去上坟 这滋味 想想就很难过 干脆 我们告诉他没有找到 这样他心里还一直保留着希望 反正那个夏老先生已经是冒铁之年了 怎么能瞒一天是一天 这 这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现阶段还是要继续找 就算夏先生的儿子不在了 他总得有儿女吧 能够为夏老先生找到后代 那对他也是个巨大的安慰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 爸 爸 我回来了 那您这旗艺不见长进 厨艺倒是土匪蒙进 要论当官我没你官大 要比夏棋比厨艺啊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样啊 这光沟害的自如不好受吧 人家耍了吧 洗手去 来来来来 坐下 你大便活人呢这是 什么是觉得 赵迎啊 多吃点 来来来 多吃点 今天这菜啊 不太理想 市场上没活鱼 下次啊 我到码头上 等船 给你买新鲜鱼 我最拿手的呀 就是 红烧带鱼 还有 和红烧霸鱼 到时候 我给你吃 好 我去看 看什么 还不赶紧谢谢赵迎 谢谢你 你既照顾了爸爸又兼顾了我 这效率挺高的 我是来照顾爸的 没算你的份 你照顾爸爸好 那以后我就天天来看爸爸 那我就窗口热乎饭 美的你 爸 您身体没事吧 我身体没事 就是你不让我省心 爸 我回来我想跟你打听个事 什么事 您知道解放前咱们海江 有个叫夏永新的人 知道吗 夏永新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了 她回来找儿子 我们正在帮她 走 夏永新回来了 怎么了 徐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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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 找到夏永新的儿子了 对 您看 夏海生 市油脂厂工人 1984年去世 家庭成员 夏永新 国民党老兵 解放前去了台湾 木槿柳淑梅 午夜 妻子欧阳寒穷 情况不详 就是这个夏永新 您接着往夏看 女儿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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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怎么 是咱们小柳团长吗 应该是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 这事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 你先别说电影 你给她打电话证实了吗 我拿到档案直接跑到这儿来了 还没打 快打嘛 我是柳页镇上一店家 招来客人我做生涯 南来的 北网子 停 这是姑娘铺吗 好 来 先攻点 挺起来的 你先走走啊 六爹 什么事儿 我告诉你 我找到夏永新的儿子的案了 关键是 她有个女儿叫柳迪 我问你 那个柳迪到底是不是你 你说话呀 你说这个柳迪既不随母姓 也不随父亲 而是随了奶奶的姓姓柳 你说这事儿离不离喜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没错 我就是柳迪 你 我说你明明知道是我要找的人 你也知道他是谁 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没有一个叫夏永新的爷爷 什么没有 那你奶奶呢 你奶奶是不是叫柳淑梅 对 对 就是叫柳淑梅 对不起我很忙我 没什么事儿我挂了 喂 她挂了 这么多年了突然冒出个爷爷 她也许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很正常 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以前我跟她提过夏永新 一提她就烦 我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那也许是因为某种怨犹素恨 那说不定这里面真有什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我认识夏永新 啊 爸爸 爸爸您好好跟我们讲讲 江市长 这就是专家提出的公路改道的地方 有人曾经怀疑啊 古城墙遗址就在这一带 是有这种说法 设计院 来了吗 江市长 说说你们的新设计吧 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啊 我们已经拿出了设计方案 好了 海港公路改道啊 增加的里程为二十点零八公里 需架设两座桥梁 开同一处隧道 大概需增加投入啊 十二点八亿 这还不包括施工过程当中不可预测的因素 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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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市长 我们已经向省发改委和中央相关部门提出了报告 他们原则上是同意的 现在问的就是资金 是啊 资金问题 财政局 目前咱们市里财政确实太紧了 能拿出一个亿来就不错 我们和部分银行协调了一下 最多最多能挤出来三个亿 加上省里的配合资金 我看总缺口恐怕在八个亿以上啊 八个亿啊 八个亿啊 哼 同志们 我们得勒紧裤袋过日子了 啊 是财政情况 我比较了解 恐怕寄不出什么油水了 银行方面都是可以做做工作 可以召开一次资金同程会 把各个银行的一把手都给他请过来 好吧 我想还能挤出点子 是 审划该委 我看 还有潜定 下一步 你们就要多去哭哭求 江市长 自从我们还有公路计划出台以后 我就没停下的去哭求了 那就接着哭 该哭就得哭 不哭也不对 同志们 就一下锅 先动起来 我们边施工边抽款 怎么样 也只有这样 新的设计方案什么时候能到我手上 星期三上午八点吧 好 开工没有回头见 战斗一旦打响了 那就是破湖沉舟 现在困难明摆在我面前 但是我们还要报定毕生的决心 各个部门要以一级战斗状态 投入到海港公路的建设中来 大家有信心吗 好 徐主席 这段时间你是太忙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你回报机关整顿委员培训的工作 今天我得给你回报回报 目前机关整顿的工作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了 主席办公会提出来的一系列要求 已经分解详细的措施落实下去了 通过这些工作 机关干部的面貌现在是焕然一新了 政协委员积极主动参政一政的热情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现在大家是一致认为 新一届的政协领导班子 是具有战斗力 富有开拓性的领导班子 我倒是希望多听听批评意见 说说我们政协工作还存在着什么不足 你来找我不是要说这事吧 我是想跟你说委员培训班的事 这个培训时间已经确定了 地点在政府小礼堂 这都已经定好了 突然情况有了变化 怎么了 昨天下午市政府办公室来电话 说这个小礼堂安排给其他会议了 不让咱们用了 这委员的通知已经发出去了 临时改变时间地点根本来不及 我是没办法的 徐主席 你是不是给协调协调 徐主席 什么事情让你们为难了 我这个市长自上人一时就没断了压力 也不差你们这点 哦 我是常务府市长出身 我知道谁尽谁尽 郑市长 你们谈 我先过去 好嘞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为了进一步的扩大内需 市政府正在酝酿向市民们发放消费权 我想请政协就这个问题 做一个专题的调研 我是特意来向您征求意见的 这是好事啊 我马上组织委员开展调研 十天之内拿出调研报告 好 您不是说政协要举办委员培训班吗 都准备好了吗 我也正想去找你 明天就要开班了 可会议地址还没订 不是说好了在政府小礼堂吗 原来是这么说的 可能礼堂在时间的安排上有了点变化吧 我已经跟办公室打过招呼了 不让他们跟政协的委员培训班的时间发生冲突 他们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交给我 你们培训班按援计划进行 谢谢江市长 您又跟我客气了 政府政协是意见 是啊 同志们 海江市政协委员培训班 今天正式开班了 下面请大家观看文献片 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 肩负着建立中华人民固和国的伟大历史重任的盛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北平隆重开幕了 人民政协 人民政协体现了全国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统一大会合 这次会议听取讨论 并最后通过了三个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法案 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各位委员 1949年9月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在北平召开 当时制定的共同纲领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任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相信人民政协事业 定会既往开来走向辉煌 前进 李主席 刘董 您找我 坐 你们海神集团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阳光小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还要感谢徐主席 政府给了我们集团最大的优惠 我已经决定再增加50套小户型 让那些困难户就在原地都有新房子住 挺好吧 不过 海港公路的改道 导致我们海顺集团 大量的资金都无法回笼了 银行的贷款要还 仅仅依靠阳光小区 那这是飞水车薪呢 什么也不说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我已经想好了 等着我把阳光小区这个工程结束以后 我就离开海江了 到外地去开头新市场 从头再来 你要离开海江 你是不是愿我这个政协主席 没有顾及你这个委员的利益 才导致海顺集团陷入困境 我虽然是一个非工企业的商人 个体户 但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获取最大的利益 不仅仅是为我个人 我身后有一个企业 有上千的人等着吃喝 现在好了 我一个人吃饱就行了 上千人的温饱问题 就拜托给政府了 看来你怨气还不小 都讲出来 我现在讲还有用吗 归根结底 要怪只能怪那个倒霉的经济危机 要不是他的冲击 当然了 还有您的坚持真理 要不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导致海港公路的改道 那我的集团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怪是怪自己走未运 自认倒霉算了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 什么倒霉北运这种远天尤人的话 不应该出自一个现代企业家之口 现在最最重要的 是考虑失误之后怎么办 是听天由命啊 输手就勤 还是临危不惧摆着不当 天无决人之路 我不相信没有新的机会 就看你能不能主动去寻找 新的机会说的轻巧啊 几千万的债务背在你身上试试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来海经投资 什么也不说了 正题由命算了 告辞了 你站着 你站着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说 你把投资海港公路失败 完全归结于客户原因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这最主要的原因 就出在你自身 就是因为你的决策事务 判断事务 才导致了投资事务 你仔细想去 是不是这样 你一听说 海港公路要通过 古关布庄一带 你就提前套卖土地 把大量贷款偷在上面 致亡土地升值 结果 钱被掏出了吧 不能如期还贷 才导致公司陷入绝境 这个恶果完全是因为 你的投机行为造成的 愿不得任何人 你背几千万的债务 不应该挖 我替你背拼什么 还有 万海通知识大顺二顺 干扰公路探测 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指挥 咱们俩心照不选 为了探测和开发 也为了维护和谐的大局 这几个人的行为没有追究 可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性质 你心里最清楚 老友 你这么下去危险 游广顺带着复杂而又沮丧的心情 走出主席办公室 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 许志龙并没有忘记他 接下来的日子里 许志龙鼓励他积极开展绿油产业 重振海顺集团雄风 为海江的经济发展再做贡献 好 我强调一点 杂志封面的设计 一律不许有领导的形象出现 内文 尽量少刊登点领导同志的想法 可以多刊登一些委员的建议 提案 多刊登摄情民意 嗯 栏目的设置 也可以更广泛一些 三分之一宣传正写 其他的版面 可以宣传我们海江的风头人情啊 绿油省地 历史名人 现代故事等等 我们要利用这份杂志 帮助政府宣传咱海江 让更多的人知道海江 好 我知道了 那 那我还要跟你说件事 来 你坐 是 年底或明年初啊 市里要调整部分曲线的领导班子 提拔年轻的干部充实基层 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意见 向李书记做了汇报 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写一份详细的数值报告 把你这两年的主要工作主要成绩都说一说 谢谢主席 我明天就交给你过来 你先别着急歇会 干这好师傅啊 中央五号文件精神执行两年多了 各级领导把政协工作都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各级政协组织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 政协干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机会是好 可主要的还要看你个人的素质 现在的组织原则是任人为贤 能者上 庸者下 我知道 我自己的工作能力还很有限 你长期在机关工作 是有必要到基层去担恋担恋了 这对你个人的成长 对培养年轻干部都有好处 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我记得你好像 连续三年 优秀公务员 是 连续三年被社会组织部 评为优秀公务员 继续务员 继续努力 好 坐坐坐 小主任 呦 石总来了 你好 你好 来来来 坐 刘宝盛打电话给我 是 你说他不来了 为什么呀 他说他不好意思见许主席 我知道了 来 石总 坐 你好 石总 你好 你好 石总 你好 你好 石总 早过来了 你听我说 虽然公司目前面临着资金困难 但是 石总 董事长说了 工资一分都不会少大家的 只是展计 我们不听就行 快发工资 既然一分不用少就马上发 少说就没有了 不发工资就到市里去了 对 也要好 来 都会应该前面的 帮忙的 久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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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好 你好 各位经济界的专家领导都到了 所以我们 深空经济和铅商企业的领导还没有当 他们今天就是主角 哎 徐主席啊 这叫该来的没来 不该来的 全来了 是董事长为什么不来 他是在故意躲我们 对 我们走直董事长去 对